中文字幕——YK 张作霖自幼出身贫苦农家,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,后投身陆林,势力壮大,清政府无力争搅,就将其招安。 张作霖协助清廷,剿灭杜利三等土匪势力,后又消除孟冠,维护国家统一,逐步提升,先后担任奉天都军,攻三省巡岳石等,成为北洋军奉济首两。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,张作霖打进北京,任陆海军大元帅,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,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。 在位期间,曾多次抵制日本人的拉拢,拒绝签订卖国条约。 就是这样一个鸟都不鸟蒋介石,日本人不惜一切代价暗杀的大人物,却独独见到此人磕头下跪。 这个人到底是谁?为什么要给他跪下? 其实,这个人就是末代皇帝溥仪,当时溥仪仪是王国的皇帝,张作霖确实大军阀,但是张作霖见到溥仪依旧是跪下的。 这衣柜,其实并不是地位问题,而是张作霖尊尊敬溥仪,因为溥仪对张作霖算是有之欲其邪真。 张作霖当初还是个小人物,拉起一帮陆林搞准权,活不下去了投靠了朝廷,接受招谱之后,张作霖先是脚狐匪,后是脚蒙匪,因此得到了清朝的重用。 溥仪生张作霖为陶南镇首使,并赐给张作霖弄袍一剑,这才有了张作霖的发迹。 虽然说,张作霖是个典型的,谁给好处就认谁当爸爸的人,但其实这个时候,张作霖心里对溥仪是感激的,只有借着清朝的名义,张作霖才有当前的地位。 也正是由于感激,张作霖面对内心颇为尴尬的溥仪时,果断地下跪称皇上。 尽管这个时候,张作霖已经是位高权重的大军阀,但是张作霖依旧感恩无比,可以说,她的崛起,溥仪的作用非常大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